而想要上山赏金针花海的民众还在担心 前往复理六十丹山的产业道路会不好吗 竹田村长就表示现在是花季 每天都会有巡守队员上山巡路况 一旦发现有问题就会立刻通报 而村长陈胜俊就表示 目前的路况都OK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赏花 想要赏金针花 但是还在担心前往复理乡六十丹山的产业道路不好吗 竹田村长表示 现在是花季 每天都会有巡守队的队员上山巡山巡路况 一旦发现有问题就会马上通报 村长陈胜俊说路况很OK 欢迎大家上山赏花 有在改善 现在的通行 整个还算蛮顺畅的 而且我们随时都有机动的 在看能不能落实情绪 另外村长也特别提醒 前往六十十山赏花的民众 路线才单线双向轮放通行的方式 说到去年地震影响 山区部分的路况还在修复 今年赏花道路与往年有更动 并且禁止大客车通行 红线却禁止停车 警方将沿路交管 机动巡逻及游客配合 记者高松商会的相采访报道